我們一起低頭來禱告 今在 息在 永遠存在的神 你是創造天地的神 你是萬物生命的源頭 你更是各樣執政掌權的元首 我們現場感謝在你眼前 謝謝你給我們新的一天 謝謝你給我們新的葡萄 謝謝你讓我有氣息在這裡敬拜 謝謝你讓我們有能力在這裡來服侍 父神 我們原始不配 讓有你滿滿的恩典 裝滿在我們當中 你的能力 你的榮耀 將在這裡掌現 父神謝謝你 謝謝你真的讓我們能夠成為你的兒女 能夠在 給福這個大家庭 我們一起來成長 求神 今天的降臨 保守 充滿 在我們會堂當中 與每一位弟兄姊妹 與傳道 與我們每一位同工都同在 父神 謝謝你 願你的話語在我們心裡面 生根建造 願你的話語在我們眼前成為無良光 讓你的話語成為我們生命最堅固的辦事 父神 謝謝你 求你保守今天早上 所有 從頭到尾的服事 敬拜都在你的長權 都在你的保守旁中 感謝 讚美 奉靠主 我們就基督聖明求 阿們 感謝神讓我們一起來看聖經 我們的話語在哥羅西書2章6到10節 新約聖經哥羅西書2章6到10節 這麼說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 就當遵祂而行 在祂裡面深根建造 信心堅固 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 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你們要謹慎 恐怕有人用祂的理學和虛空的話語 不照著基督來照人生的教訓 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 就把你們錄去 因為兄弟本性一切的豐盛 都有席有禁地居住在基督裡面 你們在祂裡面也得了豐盛 祂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所以就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邀請我們的語君傳道來講到 語君傳道今天要跟我們分享的是 活出生意建造的心